可以显示出我们要的东西 这部分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在Jungle的云端白板上面 记得吧 Jungle的云端白板不一样 gg.gg NCU 后面就是Jungle OK 然后今天的话也许再开个头吧 就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些什么 这边第一第二第三 就先到第二 二之一的这个 里面的话当然我如果今天希望 这个当然有一些说明 我们可以建一个专案了吧 然后一定要create一个app 名称也许叫myapp 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去 不过你做了一个myapp 你要在setting里面自己再加这一行叙述 就是myapp逗点 这个一定要加 如果没有加 他就不知道说你加了一个app 然后要设定view 跟设定UI 这个设定好之后的话 我如果希望 假如我在这边打一个hello word 1 它会出现hello jungle 另外的话当然hello 2 这个是hello 1的范例 hello 2的范例是说 那如果我要跟他互动的话 我可以传一个参数给他 可以hello 比如我打Terry hello Terry 对不对 我如果这边打吴老师 hello吴老师 也可以做一个互动 也就是你必须传一个参数给他 他会把你参数的资料接收到 那要怎么接收 那要怎么传递 这个就是动态网页的重点 OK所以特别注意 动态 这个实际上不论是用ASP JSP PHP都一样 反正就是传递 那当然传递引数 一般如果你是在这个所谓的UIL上面的话 这个叫UIL的参数 一般就是所谓的GET 用GET的方式传递 那如果上面看不到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POSE 不过POSE相对是安全的 有没有 你会把你如果上面我有把 Login的话 我把密码也放在上面传递的话 那不是我 大家都知道我的密码了 那就是我有问题 所以如果要传递参数的话 可能就有安全性的 你可能要POSE 把它打包之后再丢到SERVER上去验证 这个后面我们都会讲 那另外的话当然最好是可以什么 把这边再做个表单 做个表单 然后让人家可以输入 请输入你的名字 一个文字方块 填上去之后的话 那他也可以接收到 所以主要我们后面就要解决什么 解决 第一个你要把这个JUNGLERUN 第二个SERVER也RUN 起来之后的话可以跟SERVER做互动 再来的话也许再把DATABASE也放上去 这样的话可以做存取 你比如说也可以做一个查员系统 或者是做一个新增会员系统等等的 或者既是本 反正一堆的 或者是电子商务 你也可以买东西 购物车等等的 其实他原理原则背后都一个DATABASE 你透过DATABASE去做运行 大概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今天的话第一件事先确认 你的JUNGLE是不是OK了 如果不OK的话 记得就是说 我在云端上面 刚刚那个网址 你可以查看 利用Eclipse PiDATABASE 开那个安装JUNGLE的应用程式 那最关键的地方 上次好像特别特别讲 第一个你要去DATABASE 2.21的这个OK 然后2.21 DATABASE 下来之后解压缩 那解压缩的话呢 因为他主要 我们主要是用这个Python 去RUN这个他底下的目录里面的SERVER 所以你打开一下这边 在我们的这个低碟底下吧 应该是在这个吧 我上也好像这个里面 对 我是先把那个JUNGLE2.21 就解压缩到这边 那主要是要RUN这个SERVER 后面加一个INSTALL 那前面必须加一个Python 不过Python的话 你要告诉他说哪一个Python 他才会装到哪一个Python路径 所以理论上 我印象中我是把切到前面 我看一下 我 我是把它 我是先 不不 我不用切到前面 我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 特别就是关键的地方 就直接在这边点两下 直接在这边点两下 从这边去输入什么CMD Enter一下 OK 石油怎么大 我又忘记怎么改 算了 这是有内容 这边改小一点 有了 特别注意 关键的地方来了 记得是在JUNGLE这边 这边输入CMD OK 输入CMD之后的话 接下来 我们要跟他讲我的Python在哪里 所以关键的地方就是说 我的Python因为放在低别底下 的目录 然后会有一个Python的ease 那我用这个ease去runsetup 让他去做install的动作 OK 所以多个 特别主要这个地方有强调 如果你有多个Python目录 所以错应该就错 大部分都错在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你这个地方有避开的话 应该就没问题 所以上个礼拜我就这样把它 这一串我先复制好了 直接辞起 当然你自己可以打上 或者你可以把那个路径贴过来也可以 就是去贴这个路径 然后后面setup点Py 然后install 那如果enter的话 理论应该就成功了